关注啊不不迷路 我带你们一起上高速 哈喽大家好 我是星达老的C店 也是因为之前一个同学跟我提到过这个问题吧 他曾经跟我抱怨说 哪有像动漫中那样什么D啊一啊那么大 现实生活中C就已经很好了呀 当初也是十分懵懂 虽然我也知道B已经算得上次一般随者 而D以上就已经很大了 可具体是怎样的 很明显是没有一个概念的 只知道好像很厉害的样子耶 自然话题是没法进行 只能默而不答 因为我根本就打不出来呀 完全没法进化好吧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具体科普一下 不同罩杯究竟有多大 复杂的我肯定是不会讲的嘛 总结一下我自己得到的结论吧 根据挺拔度的数字可以进行以下分类 呃你问我挺拔度是什么 那我也没法回答呀 这已经很直白了好吧 好分类如下 从A开始吧 挺拔度为5厘米左右就属于A罩杯了 而B的话为6.25厘米 C的话为7.5厘米 D为8.75厘米 E为10厘米 依此类推每上升1.25厘米 等级就加1 而有个非常特殊的等级就是AA啦 为3.25厘米 以及是非常小的数值啦 比赛还小的话 也就没有必要分类了 你可以直接称呼其为飞机场就好了 当然啦 这个是非常粗略 十分不科学 很不靠谱的一个数值 只是给出一个大概概念啦 能稍微了解一下 其实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还是比较羞耻的 查了各种各样的资料 才特殊的结论 喜欢本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关注